美容や健康のため 紫外線対策は必須だ これまで女性のものというイメージが強かった日傘だが 美容や健康が気になる男性が増え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か 男女平等の世の中で 男性は日傘を知ってはいけない なんでルールはどこにもない 今天真的很熱耶 對啊 光上班15分 那日快死了 東京好像有40度 東京超過40度了 首爾上禮拜也有39.6 站在這邊快被烤焦 但我們今天來到台北街頭走一趟 發現撐傘的男生真的超少的 不知道是否會來自於心裡莫名的男子氣幹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男生會不敢撐傘 男生可能怕自己撐傘看起來就不man了吧 不man喔 OK 溫度下不撐傘真的超辛苦的啊 男生們 放下你的包袱 防晒不是只有女生的權利啊 我跟你講今天就由我先來挑戰 天啊 天啊 這太像是不是人呆的 但是有個問題 蛤 我們之前不是拍了一系列的影片嗎 每支影片都有人問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抗UB的傘真的能抗UB嗎 你是說它有沒有這麼特別 還是說只是換個頭銜跟一般的傘沒有差異這樣嗎 對啊 大家怎麼分辨啊 OK 對 這個不能光說不練啊 廠商說有就有 哪有這麼容易被虎啊 你記得我們之前有用過一款紫外線的偵測器嗎 好 那我們就去實測看看吧 好 我們把手中的傘都測試完畢了 其中對抗紫外線最差的是一款某便利店的百元三款 一打開對陽光看就知道 還會有點刺眼呢 當然 它也沒有標示是對抗UV的 在290到390耐米這個波段的穿透率大約是10% 中間這幾款呢 有的有標示 有的沒有 穿透狀況大概就介於2-10%左右 穿透率最低 也就是最有效的是這款抗UV的傘 我在傘下幾乎都測不到任何的紫外線的數值 當然 它的價格最高 可是不見得價格高了就會擋掉最多喔 小小的科普一下 通常製作傘的布料有這幾種 尼龍 達克倫 PG布 最常見的就是這種Daccarine 或稱作狄倫的這種鋸脂纖維 怎麼分辨呢 鋸脂纖維這種布面容易產生作折 摸起來突出沙沙的 這種布料經濟實惠 防曬效果就比較一般 尼龍的很有彈性也耐磨 搓揉起來比較滑順 遮光度也屬於比較普通的 PG這種布料價格比較高 但在紫外線的隔絕上面表現得很好 那一般如果防禦性要做得更好 就會在散布內層再貼合一層或多層的塗層 像這種黑膠或銀膠色膠之類的 另外還有一個指數UPF Ultra Violet Protection Factor 可以參考 概念類似SPF 各國都有自己的檢測方式 那...UPF怎麼看呢? 這是澳洲的分級方式 例如說A級 也就是UPF40以上的 紫外線的穿透率要小於2.5% 這個數值呢 也是歐盟規範紡織屏可以標示 UV防護的最基本的要求喔 欸那你又會想問呢? 講這麼多幹嘛? 看有沒有寫UV防護就好啦 唉...但你住在這個報導上 是沒有針對UPF標示的明確法規的 殘念です UPF是可以參考啦 但誇大不捨的情形還是很多 畢竟...無法可發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最高的防護效果的話 最重要的還是要自己從這幾個原則來挑選 散布的顏色、深色、優於淺色 厚度呢一般而言是厚、優於薄 遮光的圖層上選有黑膠 選有黑膠、色膠或銀膠的 選散面大的 遮擋的範圍也會比較大 這些原則可以參考 但不是絕對 技術上也能做到用不同的圖層或仿製的方式 來達到對抗紫外線的效果 至於價格嘛...嗯... 我會說不會是最絕對的參考依據 好的布料的確有可能成本會比較高 但是成本也會分布在其他地方啊 像是布料以外的材質像三骨 或是品牌、設計行銷、售後的保固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不推薦款式啦 但是說了這麼多 如果不撐傘還是百搭 最近出現幾次的歷史性的高溫 在網路上有出現一些討論 我們發現在這個社會還是有很莫名的社會觀感 覺得男生身材很娘 女生身材還假掰之類的 從醫學的角度來說 在這種裂量下就是會受傷 不會因為你是男生就比較抗曬 自己不愛春傘 也請別用異樣的眼光來看待春傘的人 大家一起製造一個友善春傘的環境 可以嗎? 影片就到這邊 祝各位照顧自己皮膚的男士、女士 都能克服別人的眼光 做好防曬ABC中的C Cover 喜歡的話幫我按個讚 或分享給家人朋友 然後留言分享你的防曬妙招吧 我們是Med Partner 有一群醫師、藥師、營養師、化妝品配方式 組成的專業團隊 如果想看更多保養保健 瘦身的知識教學 疑似破解 還有偶爾打臉不上廠商的影片 歡迎留言按讚分享 也別忘了按下訂閱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追蹤最新的影片喔 請問我們在內容 請問問方法 我們要請問方法